我觉得谢阳廷公然喊马英九不要助选 这是很微妙的 我觉得谢阳廷终于讲出 不经意讲出他的真心话 我觉得他是很在意马英九助选的 因为马英九助选如果有伤国民党的话 那应该是马英九继续选 你看他在意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不管你怎么看 怎么假如看在国道上出麻病 在新竹出麻病 但是对国民党是有用的 所以他才不要他助选 而且谢阳廷对马英九 是因为2008的关系 他对他是看着气败就对了 看着假贏就对了 所以就居然说你忙不你忙 我觉得我问你一个 已经宣布退出政坛的人 要不要助选 可不可以助选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讲 马英九能不能助选 我再反问一句 当年阿扁作为总统有没有助选 那如果2008你相信你赢了 你今天会不会助选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那我在接下来说 你们都说谢阳廷是在抢2012的头像 我不认为这样 他是怕他如果 他紧接着说他要退出政坛以后 如果他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能见度 没有继续维持 继续保持温度的话 他怕人家忘掉他 我觉得他现在的目的其实只是让绿营的人认为说他还有在动 我觉得如果今天民进党经过各种不管是初选也好什么也好 谁会哪一个会被提名呢 我认为是苏贞昌 今天如果要提名的话 谢长廷距离苏贞昌还非常的遥远 唯一能够改变这个态势的就是苏贞昌决定选新北市 而放弃2012 但是不一定选新北市就放弃2012了 拿北京如果你选了新北市选得非常好 也要你现在打个攻 沒關係 再算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苏贞昌表态 说我替民进党把这个新北市抢下来 那总统就放到以后 那谢长廷也许还有这个机会 但如果这种情况不存在的话 我就相信没有机会 他现在还在那里想在那里想 这个梦不愿意放弃而已